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的增加法条里边 也就是因为煤矿啊 还有所涉及的工矿企业里边 也是安监里边监管的领域 以及烟花爆竹 都是我们所说的安监领域监管的部门 所以对于这几个部门规章呢 我们做一个简单解释 那么第一个是煤矿安全培训规定 对于煤矿安全培训规定里边 我们在之前讲题的时候 也给大家讲过了 大家要结合所说的生产金融单位培训规定 以及安全生产培训规定 做比较记忆 那么来看一下 相对所说的煤矿安全培训里边 主要是我们知道企业是主体责任 那么煤矿企业是煤矿安全培训的主体责任 所以这一点没有变 那么同样里边主要负责人里边 煤矿企业负责人对培训工作负全面责任 这也是跟安法里边成起来的 那么再一个里边 对于煤矿企业用工的时候 国家出了一个重色是 鼓励煤矿企业变招工为招生 也就是曾所说的优先录用 像大中学校啊 职业高中啊 技术工学校煤矿相关专业的这部分 毕业生 那么在一个里边 煤矿企业应当建立所说的一个安全培训管理制度 那么在这个管理培训制度里边 制定相应的年度培训计划呀 明确培训的机构呀 指定专职或者是兼职的安全培训管理人员等等 所以我们之前在讲安法的时候说过 他这部分人员要制定 主要负责人有一个职责 保重培训 那么这个培训里边 他明确了建立安全培训管理制度 那么同时里边 要求费用上进行保障 要求是用于生产培训的资金 不得少于教育培训经费总额的40% 这个数字要重点记一下 那么同样里边 煤矿企业应当建立健全 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档案 实行一人一党 这个呢理解起来没有难度 那么再一个涉及到煤矿企业 除了建立同业人员安全培训档案之外呢 还应当建立企业的安全培训档案 也是一期一党 所以人用档案 企业里边也要有所说的培训档案 那么同时煤矿主要负责人 安管人员的 对于煤矿主要负责人 还有安管人员的煤矿培训档案呢 用当至少保存三年以上 特种作业人员的这部分培训档案呢 保存六年以上 其他从业人员的煤矿培训档案 至少保存三年 所以什么时候是保存三年的 什么是六年的 这些数字因为很容易搞混 大家也要重点记一下 那么在一个里边 对于主要负责人 安管人员培训考核里边 涉及到的是 矿长 副矿长 工程师 总工程师 用当具备煤矿相关专业 大专以上学历 具有三年以上 煤矿的相关工作经历 所以这里边对其学历提出了要求 再一个里边 具有三年以上煤矿相关工作经验 那么同时里边呢 主要负责人呢 具备相拥的中专以上学历 还要具有两年以上的 也就是煤矿安全监察机构里边 管理机构负责人 也要留两年以上 所以主要负责人是三年 安管人员要求是两年工作经验 那么再一个里边 煤矿企业用当每年组织主要负责人 跟安管人员进行培训 培训的像新的法律法规 新标准 新规程 新技术 以及新工艺 新设备和新材料 等方面的培训 这个其实我们在培训里边 生产金融单位培训官方 培训规定里边也涉及到了 煤矿主要负责人里边呢 这个涉及到呢 国家级别的煤矿安全监察中局 负责的是中央管理的 煤矿企业总部主要负责人 安全管理人员考核 那么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前款规定以外的煤矿主要负责人 跟安管人员的考核发证 因为我们知道 主要负责人跟安管人员要考核合格 那么级别分出来了 总局负责了哪一批 还有所说的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负责哪一部分 省级的负责哪部分 有一个划分 那么再一个里边 主要负责人安管人员 我们说过考核合格之后认职 这里边有一个期限 要求是自认职之日起 六个月内通过考核部门 组织的安全生产知识 和考核农历的 和考核农历考核 这里边是注意一下 这个期间多长时间呢 六个月 不是三个月 也不是一年 是六个月内 那么在一个里边 煤矿主要负责人 安管人员应当自认职之日起 三十日内按照规定 向考核部门提出考核申请 所以任职之后多长时间呢 三十日内提交 考核申请提交相用的材料 那么三十日内提交了之后 他一定要在六个月内 来考核合格 那么在一个主要负责人 安管人员考核过程里边 这个考试方式 一般是计算机考试 而且现在目前总局里边 对于煤矿主要负责人 跟安管人员 它是全国统一的一个题库 所以是题库比例里边 国家 它是按照国家 有一个国家级题库 还有省一级题库 它是按照比例来抽取的 那么国家级题库抽取 比例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考试满分为一百分 多少分及格呢 八十分及格 不是六十分 所以煤矿里边 这部分啊 主要负责人 安管人员是八十分及格 那么在一个里边 考试不合格的可以补考 经补考不合格的 有一个限制 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考核 同时呢 考核部门呢 要告知其所在地的煤矿企业 或者是任免机关 调整其工作岗位 所以考核不合格 那么有一年之内 补考不合格的 一年之内不得再次申请 这个也是根据前边里边 我们所说的阿法里边 要求其考核合格 进行考核 那么这个时候 有一个限制了 细则实施 如果考核不合格 补考不合格 有一个一年进院期 那么 禁止申请考试期 那么在一个里边 要求这个负责人 跟安管人员的 这个农历考核呢 是每三年考核一次 也就是说颁发这个考核合格证之后呢 这个合格证管三年 三年之后再考核 那么在一部分里边是 涉及到煤矿特种作业人员的 安全培训和考核发证 所以特种煤矿特种作业人员 也是结合特种作业三十号令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培训口 和管理规定来计议 那么要求里边 它跟它的区别 跟所涉及到的三十号令的区别 在于它要求了 2018年6月起 要求所说的特种作业人员里边 具备的是所说的高中以上文化重度了 之前三十号令里边是初中以上即可 那么再一个里边 初次培训有一个时间上的限制 初次培训不得少于九十学识 这个学识跟前边里边 所讲的培训规定里边 它是抄着的 所以这里边要注意一下 再一个里边 特种作业操作有效期里边 换证的 应当有效期满三十日前 不参加二十四小时的专门培训 特种作业里边是要求不少于八学识 这里边每一框特种作业是 不少于二十四小时的专门培训 这是跟前边的一个区别 那么在一个新上岗的景下作业人员 要求要实行一个师傅带徒弟制度 要求是在有经验的工作 师傅带领之下 实习期短时间呢 满四个月 所以这里边要注意一下 这个时间满四个月取得是师傅签名的实习合格证明之后 方可独立工作 那么再一个里边 对于这个师傅要求中级以上技能等级 三年以上工作经验 所以师傅带徒弟的期限是我们所设计的四个月 对于师傅要求一定是要有三年以上工作经验 这些小的细节都要注意 其他作业人员调整岗位或者是离开岗位一年以上的 重新上岗之前也要进行新公益的培训 所以这个一年跟我们前边所讲的生产经营单位培训管理规定里边 对于其他从业人员的培训时间点是一样的 需要重新培训的情况一年 所以对于煤矿安全培训里边 它跟生产经营单位培训 还有安全生产培训规定有相通之处 但是又有严格之处 要注意区分 那么再一部里边是 部门规章是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全生产的规定 我们来看一下 规定里边也是今年一开始初步实行 刚实行的 也是主要针对的是工矿企业的安全管理 那么对于企业里边 我们说过企业生产主体责任 那么企业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的安全管理机构 由企业承担管理责任 所以也就是相对的分支机构啊 或者不具备法人的分支机构呢 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呢 尤其所说的设立公司来承担责任 那么再一个里边 企业里边的安全生产保障里边 结合安法 有很多是严刑安法来的 那么也是对于所涉及的安全生产里边 符合规章法律法规规章啊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啊 再一个里边 企业拥当建立安全风险管控和事故 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 落实主要负责人到每一名从业人员的 安全风险管理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责任 所以双预防控制体系 这也是在安全生产领域里边 这两件老提的 什么是这个双预防 那么对于企业公贸企业里边 明确提出了安全风险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这个预防控制体系 那么在一部分里边 企业按照规定开展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 推进安全健康管理系统化 岗位操作行为规范化 设备设施本质安全化和作业环境 器具定制化并持续改进 所以这四话要重点进 很容易出所说的多项选择题 那么在一个里边 企业存在金属演练工艺的从业人员 在一百人以上的设置安管机构 或者是配备不低于从业人员 千分之三的专制安管人员 金属演练单位我们说过 它是要设安管机构 或者是专制安全管理人员的 那么在这个部门规章里边 它明确规定了有一个数额是 不低于从业人员千分之三 这个千分之三注意一下 当然也是对安法的一个细化 那么最低不能少于三个人 如果从业人员在一百人以下的 用到设置安全管理机构 或者是配备专制的安管人员 这是对于人数上有细分了 那么在一个里边 对于公贸企业里边 也是主要负责人 跟安全管理人员 我们说过他要考核合格 跟每一况相通的 他也是在任职之日起 六个月内接受考核 必须考核合格 那么在一个涉及到是 企业从事煤气生产储存 输运输 输送 使用维护检修作业的 特种作业人员 要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 也就是我们所说到的上岗证 上岗证 那么再一个是 总局负责实施 国务院审批的 金属演练建设项目的 安全设施设计审核 省自治区直辖市 富有金属演练有四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除了是本行众区域内的建设项目 进行指导监督管理 所以也就是说 总局负责的是 国务院审批的这部分 设计建设项目审核 那么省自治区 这些是负责的是 除了省以外的 那么还有一部分是 企业的操作室 会议室 活动室 休息室 公益室等场所 不得设置在高温 高温熔熔金属 调运的环境范围之内 所以对于这几个室的设置 他出选择的时候 他说可以设置在 高温熔熔金属里边 调运的这个作业范围之内 这个小细节要注意一下 在一个里边 企业对像电炉啊 电解车间 用当采取防御措施 通常对电炉 铸造熔炉炉 或者是保温炉 侧翻炉 筑基 流野槽 以及熔炎电解槽等设备 设置熔融基础紧急排放 和储存的设施 周边设置一个安全围栏 所以这是日常管理的时候 要做到的 那么在一个生产储存 使用煤气的企业 应当建立煤气防护站组 配备必要的煤气防护人员 煤气监测报警装置设施 并且每年至少组织一次 煤气事故用机原料 所以对于煤气的这个管理 也重点介 那么还有一部分是 生产储存 使用煤气的企业 应当严格执行 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程 那么尤其是设置固定式的 煤气检测报警仪和 安全90标识 那么同时对于人员来说 进入煤气区域作业的人员 携带便携式 一氧化碳检测报警仪 配备空气呼吸器 并由企业安排专门人员 进行安全监管 所以对于煤气管理里边的 管理要求 人员现场的要求 重点计 这跟有限空间里边 作业人员进行作业的时候 这个程序上管理呢 也比较严 那么在一个煤气区域内 相当 用当设有格栏围栏 安装在线监测设备 并且企业安排专门人员 职守煤气相关区域内 严禁烟火 这是对于煤气的管理 一定要重点看啊 那么在一个里边 企业从事产生 酸物危害的电解作业时候 用当采取防止酸与扩散 及草体厂防防腐措施 电解车间呢 用刀保持厂防的一个通风良好 同时呢 防止电解产生的 一系列的氢气聚集 同时使用酸碱的作业场所呢 采取防止人员灼伤措施 设置安全披临 或者是洗涤设施 采用剧毒化学品的 剑镇度啊 钝化等作业呢 其实也应当在这个曹方设置一个事故池 这是对于使用所说的剧毒化学品 还有涉及到有毒危害的作业的生活管理 那么在使用二氧化硫 露气以及佛化清斗 有毒有害气体的工作场所呢 采取防止人员中毒的一个措施 那么对存在的像牵葛 牵葛 深 拱董 中金属 中气 粉尘的作业场所呢 采取预防中金属 中毒的措施 所以但凡在有所谓的 中毒有害 还有职业病危害的 都要采取相应的一个预防措施 期限用当建立有限空间 动火 高处作业 能源介质停送等 较大危险源作业 检修 维修作业 审批制度 也就是所涉及到的 企业内部要举行一个审批 那么实施工作票和操作票管理 严格履行内部审批手续 并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的一个安全管理 所以这个作业审批作业是内部的审批 不是到政府部门审批 那么在一个里边 企业在进行装置妇产前 用当组织安全检查 进行安全条件的一系列的确认 所以这是对于公贸企业里边 涉及到的它比较多 重点放在像一系列的煤气的 以及我们所设计的有毒有害气体 高毒作业场所的管理 这个呢日常管理里边 像有些可以像设施的管理 设置维护栏 设置中毒 预防中毒设施里边 这些都比较好容易理解 但是相对所涉及到的煤气的 要重点看 那么再一部分里边是烟花爆竹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管理 对于烟花爆竹 生产经营安全管理里边 也是建议大家结合 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一起来看 那么要求是生产经营单位里边 在生产企业 批发企业 在工业技术条件发生变化 和扩大生产存储设备规模 投入使用之前呢 进行总体布局 工业流程 危险性工房 安全防护屏障 防火防雷防静电等基础设施 进行一个安全评价 所以这是安平的内容 那么再一个里边 生产企业积极推进 烟花爆竹生产工业的进步 相对所说的禁止从业人员 自行携带工具 设备进入企业从事 所说的的生产活动 所以生产经营活动里边 对于符合安全生产条件 以及所涉及到的环保的使用 环保安全的工艺原材料等等 禁止使用明令淘汰的设备等等 这些都是沿行案法来的 但是要明确的是 禁止从业人员 自行携带工具 进入企业从事生产工业 那么再一部分是 生产企业的 设要生产环节 采用新工艺 使用新设备前呢 用当组织具有相拥能力的机构 专家进行安全性能 安全技术要求的一个论证 那么再一个里边 涉及到像仓库存储 生产企业 批发企业的生产区 总仓库区 工房及其他有危险因素的 生产金融场所 和设备设施上 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识 所以这些呢 其实它是 安法的具体一步细化 同时里边呢 涉及到所有工房 按照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规定 设置准确清晰醒目的 定源定量定级的标识 所以这三定标识 重点计 那么还有生产企业 批发企业 用当在全则清晰的组织 结构架构下 统一组织开展 生产金融活动 禁止分包转包 工房生产线 生产设备设施 或出租出借转让许可证 这个许可证 自然是不允许减让的 在生产许可证条例里边 就明确规定了 生产企业批发企业 必须建立值班制度 和现场的一个巡查制度 那么在一个里边 生产企业批发企业的 危险花费品生产区 总仓库区 应当确保24小时有人值班 所以这个有人值班里边 有规定了24小时值班 哪些区域 生产企业批发企业的 危险花费品生产区 总仓库区 要搞清楚这两个区域 那么再一个是 禁止无关人员和车辆 进入厂区 禁止为安装组火装置 等不符合国家标准 或者是行业标准规定的 安装条件的机动车辆 进入生产区和仓库区 那么生产企业里边 批发企业按照设计的用途 危险等级 核定的药量 来使用所说的 这部分药物总仓库 和成品总库 同时里边呢 确保所说的记录 同时呢 记录在案 同时呢 保持仓库内通道畅通 那么禁止在仓库内 进行拆箱包装作业 所以哪些是禁止的 也就是说 不是严格限制 它是明确规定的 是禁止在仓库内 进行拆箱包装作业 那么禁止将性质 不相容的物质混存 禁止将高危险等级物品 存储在危险等级低的仓库 同时禁止在危险花品 仓库内存储 不属于烟花爆竹的 其他危险物 所以也是专库存放 那么同时 生产企业的中转库数量 核定存药量呢 药物存储时间 用当符合国家标准 或者是行业标准的规定 同时呢 确保药物啊 半成品呢 成品合理中转 那么禁止在中转库内 存量超量 或者是超时存放药物 半成品或成品 所以这里边也是禁止 也是不是说严格限制 是禁止在中转库内存量 或者是超时存放药物 那么生产企业 用当在专业燃放烟花爆竹 燃放类产品包装 以及个人燃放类产品的运输包装上 张贴流向冬季标签 这里边有一个标签 这个标签是流向冬季标签 那么并在产品的出入库 冬季入入 那么批发企业呢 在购入烟花爆竹的时候 用在查验流向冬季标签 并在仓库入库和销售出入库时候呢 冬季入入 一个是生产企业 一个是批发企业 同时批发企业 用当向零售经营者 及零售经营场所 提供烟花爆竹的配送服务 所以这要求批发企业要做到的 那么批发配送的这部分 烟花爆竹抵达零用场所的时候 以及光线作业的时候 一定要轻拿轻放 妥善马放 禁止碰撞拖拉 等不系列的不安全行为 那么同时零售经营者 用当向批发企业 采购烟花爆竹 并接受批发企业配送服务 不得到仓库企业 自行提取烟花爆竹 所以相对零售的里边 必须由批发企业给配送 零售企业里边 不能自行提货 这是对于烟花爆竹生产经营 的安全管理规定 所以建议大家里边 结合我们前面所讲的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的 相关规定来记忆 尤其是在生产阶段的 这部分管理 相对所说的批发的 以及仓库存放的时候 是重点 好 简短的给大家 把这三部部门规章 做了一个简短的介绍 也希望大家里边 对于这部规章里边 涉及到敏感数字的 多看几遍 好 最后预祝大家 顺利通过 本年的法律法规考试 我的讲课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我看净了 我看净了 好期待 好期待